这样的景象真的是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挡土墙工程意外造成了边坡塌陷 最近南投路股乡投56线进行改善工程 没有想到5号开始路边开始陆续的大规模塌陷 上方有民宿地基严重流失 看起来这整栋民宿就像是筑立在悬崖上 摇摇欲坠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现象缓成 土石摊坊夹带树枝滑落路旁 大面积坍塌相当严重 看看上头这东民宿还可以发现 木头围栏已经悬空地基也严重流失 这东民宅在山崖上看起来相当危险 让业者根本不敢营业 这里是南投路股乡投56线 因为918墙站造成上边坡塌坊 县府申请300多万修建经费 没想到近期进行挡土墙工程 却意外让边坡在5号起陆续出现大规模坍塌 还一度让交通受阻 甚至上头民宅地基也严重流失 居民质疑和包商施工不当有关 不过县府也出面说明和天气不稳定比较有关系 因为基础已经开外 遇到礼拜五一场大雨 导致上边坡的一个水量的集中 导致边坡的原来的松散的土块 整块的一个崩落下来 近期下雨工程受影响 县府也和包商沟通要采用喷浆工法稳定破壁 确保民众用路安全 而包商更表示会负责修复受坍塌影响的民宅 记者曾永成南图报道